Hello 我是艾曼达 那这边呢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之前都分享产品嘛 可是呢 我觉得营养民学的观念很重要 那尤其最近有一些朋友他跟我拿产品之后 他们也想要多了解什么是纤维质 那刚好这几次的赵飞博士的演讲 他都特别强调纤维质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 那这边先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很多的妈妈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妈妈的族群 他们会买一些比如说益生菌乳酸菌给孩子补充 那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让肠道干净 那确实它会让我们的肠道维持得很干净 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赵飞博士有特别讲过 它是属于外来的 是外面人工合成的 它不是属于我们身体自己的 所以当你把这一些菌种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去之后呢 身体他会很聪明哦 他就会说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 所以呢 他要赶快把它排掉 那当他这个过程的时候排掉的过程 你就会觉得哇 那这次我们吃这个东西不错耶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肠道很顺 可是赵飞说啦 因为它是外来合成的 它不是我们身体自己的 所以它比较容易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异菌虫 那会扰乱我们异菌虫的平衡 那尤其他是说如果孩子要考试那一段时间 不要给他吃 为什么 因为它会让孩子的意识比较模糊 就是脑袋瓜会比较不灵光 所以呢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学习这一方面 那纤维呢 它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纤维很重要耶 现在人的饮食因为大鱼大肉的关系 那当然也会吃一些蔬菜啦 可是因为它的量没那么多 所以平均我们国人他们大概推算下来 一天里面只有摄取到15克的纤维含量 可是呢 我们如果要让我们尝到可以正常运作的话 一天呢 成人一天大概要30克的纤维 那30克的纤维要怎么摄取呢 30克到底量有多大呢 我怎么知道30克有多多 那赵菲博士这一次好几次呢 他其实也提醒过我们好几次 如果你要大量的高纤维的话 要大概10克带皮的苹果 不可以削皮哦 削皮纤维脂就不见掉了 要10克带皮的苹果才有到28克的纤维量 那不好摄取吧 一天大概吃个两三克就已经很极限了对吗 那可是纤维又在我们肠胃道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那赵菲博士有说如果我们餐桌上的每天要煮的菜 妈妈当然要注意一下如果有五道菜最好有三道到四道是树的 就是蔬菜类的那有一道或两道就不要再超过两道了 就是最少大概一道是肉类的那这样子我们的饮食呢纤维脂的含量就会比较足够 那以前呢会觉得说饭后水果很健康 其实现在都都不是 我们都比较建议说饭前呢先喝汤 然后吃个水果 然后让我们肠胃道有润滑之后 再来吃一些正餐的饮食 这样子对我们肠道其实是比较好 当然这样呢也可以预防肥胖 因为你就不会吃太多 那纤维脂在前面那你就可以阻隔一些脂肪啊 这一方面的油脂这一方面的吸收 纤维它有什么功能呢 纤维它可以预防过敏 可以预防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 那自体免疫系统疾病有什么 比如说肝癫啊红斑性浪肠糖尿病这一些 这一些都比较属于是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 那当然它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降低胆固醇 然后还可以预防糖尿病 那这边来谈一下 为什么它可以预防坏的胆固醇产生 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 如果我们肠胃道纤维脂够的话 它就可以帮我们把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清除干净吗 那水溶性纤维它又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面 形成一层保护膜 那我们就可以组个比如说脂肪啊 胆固醇这类的吸收 那当我们肠道干净之后呢 我们好的胆固醇就会分泌的多 那分泌的多它其实就像讲白话一点 它就是像一台计程车 那你计程车好的计程车多好的胆固醇多 它就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巡回 那巡回做什么呢 它看到坏的胆固醇呢 它就会知道说 这个是坏的胆固醇 所以它就会请它上车 然后把它载到外面去 就可以代谢出去 所以纤维脂高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 把坏的胆固醇代谢出去 这样子呢 当然就可以预防肥胖的问题啰 那还有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肠胃道细菌虫 维持在很平衡的状况 我们身体自己的异菌有多少 你知道吗 大概有2000多种 那我们要补充的话 怎么补充2000多种 科学家研究出来就是那几种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肠道的2000多种的细 异菌虫可以维持平衡呢 维持它的运作就是大量的纤维脂 赶快补充 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肠道正常运作 那肠道运作好 纤维脂高 我们气色也好 体力也好 精神状况都很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很棒的纤维脂 跟大家分享 拜拜